记录建国一百巡回摄影展 第一站在苗栗线展出 有许多压箱半世纪的机密档案照片首度曝光 透过镜头 带您回顾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的点点滴滴 带着家当扶老西幼等着上传 这些照片记录着民国44年 最后一批撤退来台的大成岛居民 这一段历史让我们看着非常的感动 那个时代的人这么苦 能够回到台湾来 使这个历史能够深刻在我们的脑海中 要把握现在幸福的日子 823炮战 美国总统访台 退出联合国 以及许多以往被列为机密档案的两奖照片 勾起了许多四五年级生的回忆 让我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离开联合国的这个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间其实是我们那个年代 对这个国家认同 对这个国家的感情是最丰富的 觉得影响我比较深刻的是 应该是我们蒋经国先生 他的遗邻的那个画面 他从事十大建设 让我们的台湾的经济起飞 人民生活改善了很多 那一代伟人突然这样消失了 那我们觉得非常不舍 透过尽头过去的历史事件再次呈现 引人深思 那我们看到这些照片我们都感慨很深 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很紧张的时候 不但是海峡两岸 是一个在军事的对立 那甚至我们的人民的生活 甚至我们的自由 我们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走过那段艰辛的岁月 让我们更能珍惜现在 新的电视 陈彦如江淳慧 台湾苗里财法报道